娱乐圈有不少长得像的艺人 黄志文从出道就被网友说长相酷似贾静文 仔细看看眉眼确实很像 而且他跟贾静文最像的一点就是 保养得超好 一点也看不出已经40岁了 黄志文从小就有个演员梦 也顺利考进了香港演艺学校 不过毕业后为了照顾家庭 黄志文从小就有个演员梦 黄志文选择了工作更稳定的空城工作 做空姐三年后 黄志文在妈妈的鼓励下 参加了香港小姐的选拔 拿到了前五强的好名字 之后黄志文顺利签约TVB 开始了慢慢成长的演员之路 TVB的演员除非得到力炮 都是从龙套绿叶做起 黄志文也不例外 他演过不少打酱油的角色 直到2009年拍摄巴布的爸爸 才开始演戏份稍多的角色 后来前行狙击大火 黄志文在剧中饰演的 的女警角色开始被观众注意到 因为名气不足 黄志文也没什么挑选角色的权利 好在他够虚心 努力钻研演技 他出演过不少反派 在《缺宅男女》中的坏女人角色 还让他拿下了飞跃进步女艺人奖 相信很多观众也是通过这部剧 注意到他的 在剧中黄志文演了一个泼辣角色 一位家庭主妇娄孝兰 出身草根 口无折拦的吵架形象 让观众一下子便记住了这位女配角 而黄志文也凭借该角色出圈 在当时 年纪轻轻的黄志文 就已经要演一个孕妇了 但他却拿捏得很到位 形象非常深入人心 基本上拿下这个奖 就等于拿到了好资源 之后黄志文在《飞虎》中 直接演到了女主角 在《Encore》36小时中 黄志文扮演的红眉雪 和其他角色截然不同 形象反差很大 这也让他收获了《马来西亚星光荟翠斑奖》里 《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 也由此可见 黄志文在演戏道路上的可塑性 伴随着许多艺人离朝 部分居于二线的花旦小生们 开始尚未演主角 而黄志文的主角定位还不算清晰 在《群像戏》中 黄志文虽然是走到了主角的位置 但不至于是女一号 此事行进的港姐小花们 都纷纷占据主角的位置 而直到2017年 黄志文才开始遇上属于她的女一号 可谁又能想到 黄志文虽然主演的多部剧集 都有一定的口碑 却都被放到周末播出了呢 虽然演女主 但黄志文的戏份偏少 存在感偏弱 更有网友质疑 黄志文这是被边缘化了 2017年 黄志文与黄志贤搭档主演警匪电视剧 杂禁骑兵 凭借接地气和黄诞的案情 让许多观众都对这部剧表示非常期待 很有追看性 尽管如此 但这部剧却被安排在周日两集联播 让很多人都直呼不够过瘾 演女一号的黄志文 虽然站在了女主的位置上 剧集却被安排在周末播 难免被网友猜测其被边缘化 在同年10月份播出的电视剧《小魔》的中 黄志文一人分尸两角 扮演庄芷若和魔 庄芷若这个角色是一生形象 也是男主角马基的女神 长发飘移再加上善良的人设 黄志文在这个角色上展现出了女神的风采 而魔这个角色倒是以浓装 各种浮夸造型登场 与前者截然相反 虽然《小魔》的围绕的是马国明扮演的男主角马基来走 但作为本剧女主的存在 黄志文和刘佩月的戏份基本均衡 一时间分不清谁是女一谁是女二 更关键的是 伴随着故事发展 黄志文扮演的庄芷若 戏份是越来越少 被认为是存在感最弱的女主 谁能想到 在第二部《小魔》的2.0中 黄志文扮演的庄芷若更像是工具人 剧情更多展现的是马迹和皮皮的煽情戏马 说黄志文是存在感最弱的女主 也完全不过分 不过让黄志文被认可 冯神的电视作品 还得提三个女人一个因果这部剧 一人粉饰三个不同性格的人设 让观众看清了黄志文的扎裂演技 可该剧尽管被认为是冯神的作品 但同样逃脱不了被安排在周末播出的命运 本以为黄志文会凭借该剧夺得TVB事后 谁能想到黄志文最终仅得到马来西亚事后 以及新加坡事后令人惋惜 在这之后 黄志文出演了不少剧集都是女主 但要说嫌弃浪花较大的 仅只有三个女人一个因 好剧本可遇不可求 但黄志文在多部TVB剧中的优秀表现 观众都有目共睹 无论是在娱乐圈还是演艺圈 新人想要上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黄志文从配角一路走来 显然也是奋斗已久 近日在热播剧影门中 黄志文依旧保持了稳定的演技 备受外界好评 然而据媒体最新报道 这位好戏之人即将和TVB合约到期 但至今仍旧没有续约 没有续约很明显就意味着将要离朝了 其实黄志文最近几年真的蛮惨的 相信只要关注他的小伙伴 应该就能发现 他这几年拍的剧 虽然基本都是女主角 但几乎全部都是挂名女主角 戏份不多又没发挥空间 黄志文作为TVB的一线花旦 按道理来说 合约即将到期公司高层都会提前几个月 与其谈续约的事 如果合约谈妥 应该就会提前续约 但黄志文迟迟不肯动笔 估计双方谈合约谈的并不愉快 外界都在猜测 黄志文次次合约到期之后 选择离朝发展 很有可能他会跟随他的好姐妹胡定心 历史化的步伐 加入TVB兄弟公司少事发展 少事相比TVB最大的好处 就是更加自由 选择更多 而且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到内地发展 从黄志文近段时间的工作安排来看 他离朝的事似乎也有一定的征兆 尽管目前他担当主演的剧集 《影门》在热播 但是他已经有七个多月没拍新剧了 上一部拍摄的剧集 是在去年下半年和马德忠 以及罗天宇合作的再见 枕边人 这部剧估计会在年底或者明年才会播出 对于黄志文本人来说 离朝发展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这几年他在TVB都没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公司高层也一直不肯给他事后的头衔 或多或少都会有失落感 至于黄志文为什么一直拿不到事后 其实答案很明显 因为黄志文加入TVB多年 一直都不是高层曾丽珍的爱将 虽然也不受他的待见 不然凭他的演技早就可以拿奖了 只能说TVB内部的山头文化还是依旧盛行着 苦了各位艺人 除了拍戏 黄志文37岁时还加入了真人秀一个音剧跳舞 甚至跑到韩国去当练习生 挑战出道做女团 这档节目并不是单纯的去韩国旅行 黄志文的衣食住行都跟工作人员的标准一样 住在相同的民宿里 在出发之前 黄志文还准备了几首韩国女团的舞曲 其实他除了是演员之外 舞蹈实力也不错 曾经受过专业的舞蹈训练 来到韩国简单安顿后 黄志文就先前往SM公司参加面试 不过黄志文走进去的时候 不仅被忽视 甚至连录像都没有 毕竟相比于其他参选的练习生 黄志文的年龄大出太多 他也自嘲如果早早生孩子的话 女儿都有某些练习生那么大年纪了 这么多年 黄志文一心拼事业 感情方面没有太多绯闻 被观众熟知的只有一段恋情 对方是全外人詹天文 瑞麟珠宝集团公司总经理 两人2014年相识 一直发展得很稳定 早年黄志文入住男友坐落于东半山 使用价值几千万的豪宅别墅 同居生活期内 他持续催婚 詹天文干脆明确提出分手 但之后两人又复合 准备2020年完婚 想不到2020年3月 黄志文却又突然搬出了两人的同居生活公寓 并公布结婚日期推后 针对是不是分手 黄志要则不肯多谈 后来新闻媒体曝光 黄志文曾经干涉袁卫豪和陈信贤的感情 因两人彼此隐瞒对方的婚外情 袁卫豪和陈信贤分手后 詹天文发觉不当之处 开始和黄志文争执 情感骤变 因此黄志文采用催婚保感情 但最后不成功 还被逐出同居生活公寓 不过依旧是小打小闹 很快两人变和好了 事实上 黄志文很恨嫁人 这些年他多次公开喊话想结婚 比如2019年 他说随时会跟男友结婚 第二年他说羡慕胡姓儿家庭美满 准备与男友结婚 第三年他承认婚期有望 扬言不会大白就息 然而他每次说完 詹文天都毫无表示和反应 两人依旧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两人排脱至今已经11年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他们结婚的喜讯 黄志文长得漂亮性格好 演技优了得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 不管怎样 希望他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加转发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门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